五年来国家安全机关不断强化专业斗争能力 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与境外的间谍情报机关 开展针锋相对的较量 成功破获了一批重纳间谍案件 在我国某军工科研院所下属公司担任网络管理员的陈伟 就因为向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提供军工涉密文件 被国家安全机关抓获 1985年出生的陈伟曾是我国某军工科研院所下属公司的一名网络管理员 由于该科研院所从事我国重要装备部件研发属于核心涉密单位 而负责该单位内部网络维护的陈伟就有条件接触到涉密文件 2011年陈伟在公司门口偶遇了一名自称彼得的外国人 彼得说他是一名技术专家 此次来中国的目的就是想购买一些技术资料 随后在高额报酬的诱惑下 陈伟开始向彼得提供情报信息 早期陈伟只是从互联网上搜集一些公开资料提供给对方 之后为了更高的报酬 陈伟开始将目光投向自己单位的内网 凭借从事网络管理的工作便利和权限 轻而易举的窃取了大量内部涉密文件提供给彼得 随着窃取文件的数量越来越多 密集越来越高 自以为找到一条生财之路的陈伟逐步意识到 彼得并非普通的技术专家 而是一名间谍 心生恐惧的陈伟向他提出终止合作 然而彼得去以陈伟此前提供的情报为把柄 邀请他继续提供涉密情报 对方是专业人员 他在通过和陈伟短暂几次接触之后 对他性格当中柔弱 犹豫不决 不懂得拒绝别人这个特点 进行了一个准确的把握 他也料到陈伟第一不会拒绝他 第二一定不敢声张 陈伟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踏上了一条 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不归路 然而陈伟仍然没有能够幡然悔悟 没有主动向国家安全机关自首 而是在罪恶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人员 采用恐吓的手段是非常常见的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 过去没有 现在没有 将来国家安全机关 也绝不允许他们肆意作为 危害中国共民人身安全 可惜身处其中的陈伟 当时并没有这种认识 此后在彼得步步紧逼下 陈伟继续通过单位的内网窃取 提供了大量涉密材料 2014年中日生活在恐惧中的陈伟 从单位辞职 2015年3月经缜密侦查 北京市国家安全局 对陈伟实施抓捕 调查证实陈伟供窃取 并向境外间谍情报机关 提供了该科研院所文件 共5500多份 其中机密级146份 秘密级1753份 以及其他大量内部文件 2019年3月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以间谍罪判处成为 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我觉得自己挺不爷们的 老是选择逃脱 躲着 而不敢去正面的 去面对这些问题 如果哪怕我早一点 早一点 意识到自己是些过错 去找国家安全机关 自首 可能这损失还能再降低一些 在这些过程中 感谢观看